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大熊的频道 从今天开始 我们给我们这个节目 加一个新的方向的内容 也是朋友建议的 就让我讲一讲 关于道家方面的知识 因为道家是中国文化 所以我们就从解读中国文字入手 有时当我们没有一些 长篇的连续的内容要做的时候 我们就不定期的 加一些这方面的内容 那么今天我们就首先说一说 魂魄 魂魄是道家和宗医的基本概念 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人们常说的成语 像什么 失魂落魄 魂飞魄散 三魂欺魄 勾魂射魄 还有什么魂不浮体 神魂颠倒 戒时还魂 惊心动魄等等 这些习惯的用语 其实都是有意思的 像什么神灵 灵魂 魄力 鬼魂 这都是有具体所指的 那么什么是魂魄呢 葛洪在《爆谱子》中说 人无咸鱼 截之即有魂魄 魂魄分去则人病 进去则人死 我去过葛洪的爆谱道院 杭州西湖边上 他讲 有一魂一魄 失去的话 人就会病 如果全部都去掉 人就死掉了 时至今日 随着共产党 随着共产党几十年 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破坏 打压和打击 中华文明逐渐消失殆尽了 魂魄这二字就剩下了一句空壳 很少人又知道它的具体的含义 具体是什么意思 要解释魂魄 首先我们就解释神这个概念 神 这个中文里 神有天神和人神 道家认为二者天神和人是一个 二者相应感应 故称为天人合一 书文解字里 天神引出万物者也 从事从身 事就是事不旁 是天垂相见机凶 所以事人也 关乎天文 一叉十遍 就是事是神事也 凡事所属皆从事 身是隐身的意思 隐身的意思就是 神的意思就是要造物主 翻译过来就是英文 就是God 这个《灵书本神》里 《黄金内经》《灵书篇》 天知在我者得也 地知在我者弃也 德流弃薄者而生者也 什么意思呢 就是个体的人 以及人神 是父母之经结合的 瞬间诞生的 《灵书本神》里就说 故生之来为之经 两经相伯为之神 就随神往来者为之魂 并经而出者为之魄 说起来大家挺复杂 不知道什么意思 给解释一下 就是来自父母的经 也就是说 经子和卵子结合的那一瞬间 新的生命的神就诞生了 婴儿啊 在母体等到身体和神 发育到一定阶段就出生了 外国人呢 以出生日期为生日 计算年龄 中国人是以 经暖结合的瞬间 为生命开始 胎儿在母体之中 就已经是计算年龄了 所以就有中国有叫虚岁 外国人没有虚岁这一书 《灵书天年》曰 血气已知 荣卫已通 五脏已成 神气舍心 魂魄必聚 乃成为人 这就是人 人是先有魂魄 就有了人 把神系分的话 可以分为魂和魄 那么魂随着 无形的神气运动 魄呢 则伴随着 有形的身体出来 人神通靠神 这也是一部道家名篇 神者阴阳何德之灵也 为神之义有二 分言之 则阳神曰魂 阴神为魄 以及思虑皆为神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道家嘛 他就讲这种阴阳学说 就是说阳神就称之为魂 阴神呢 就称之为魄 又说 盖神之为德 如光明爽朗 聪慧灵同之类的 都是魂 魂之为言 如梦寐恍惚 变幻游行之境 是也 神藏于心 故心静 则神情 魂随乎神 故神魂 则魂荡 可以说啊 魂魄就是 在道家思想里认为 就是神灵的名字 附在了 有形身体上的灵 叫做魄 就是在你出生的时候 你的耳目 心识 手足运动 你的啼呼之声 皆是由魄的感召 就是是你由魄来控制的 那么随着精气 就是随着你的气 的神叫之为魂 我们把这个例子把它叫做 我们叫它魂了 那控制是一种无形的能量 例如你的思想 你的意识 你的情绪 你的情感 你的智慧 这都是叫做魂 那么控制有形的身体 影响人的知觉的 你像那种饥渴 冷暖 大脚便 这种诸多本能的反应 那就叫做魄 如果粗浅的说 魂是脑和心的功能 这个魄是脊髓功能 我上高中时候 在生理课上就为青蛙 做活体实验 现在想起来其实挺残忍 就是先用钢针 把青蛙的脑袋给捅出来 然后把大脑破坏了 这时候青蛙就是已经死了 你再把它泡进那种浓硫酸的 小纸片放到青蛙肚子上 这时候已经死了的青蛙 它还有那种蹬腿的动作 这就是说 它的魄还在 但是魂已经死了 这个场面当然都有记忆犹新 这就是典型的魂去魄灾 我们看的那种 像现在流行的那种僵尸片 就是那种没有魂的生命 它有一些身体本能的反应 因为道家思想讲阴阳 魂就是一魂魄就有阴阳所属 那么我们经常说 人家锻炼身体 强健其体魄 野蛮其体魄 培养人的魄力 这就是在物质层面上说的 就是讲锻炼身体 之后增加人的魄力 你比方说我遇到一个修炼人 他跟我说 他修炼以后最大的收获 就是他本能的反应增强了 他以前 他是一个运动 尽量别人笑话他 打篮球 别人给他传球 经常他就是 直接就是慢慢拍 篮球直接打脸上 不知道毁了自己多少副眼镜 现在反应迅速 再也没有换过眼镜 就是打篮球一接就能接到 就是他的魄力 本能这么增强了 你要想要了解 这个人的魄的功能 你观察一下 人在睡觉的时候 你就可以看到 这个人的魄是什么样子 有的人 这时候人 他有心跳 有呼吸 伤魄或者落魄的人 他睡觉会打呼噜 有时候会憋气 甚至会这种呼吸急促 有时候心跳都会奏听 肠胃仍然在消化 这就是魄的工作 头天晚上虽然吃饱了 早上起来又觉得饥饿 如果这个人 这个魄力不好的时候 他反之就会出现 这个食物不化 这个土酸笋 口臭 这种症状 小肠也是这样 他在这个逆变 这种这个青和浊 旁观的储存尿液 反之呢 你就会出现这种 这个起液 就移尿 性功能也是在夜间 恢复了这个生机 反之呢 你就出现了这种的什么滑金啊 就是那种没有做梦也会一惊啊 就是沉睡中的时候 你观察这些人的破就非常清晰 沉睡之中呢 人是知道冷暖的 热了呢知道灯被子 冷了呢知道盖被子 这都是破的工作 那不知冷暖 感受这种寒凉邪风呢 这就是破的这个离职 失守 睡梦之中人 经常有这种这个惊觉 随时醒来 这也是破的功劳 那碎死过去了 人一碎怎么也觉不醒 我们经常会遇到这样的人 就梦眼不醒 或者是那种警惕过度啊 或者是睡眠很浅 或者是一听到声音就醒 这也是破的问题 道家讲的这个七破呀 大约分别就是表述就是以上这些功能 七破呢 有个具体的名称在道教里 像什么狮狗啊 俯屎 雀阴 残贼 非毒 除灰 臭废 这都是那个破的功能 那如果你要想了解魂的功能 你就要观察人的精神 情绪 情感和智慧 以及晚上他的梦境 道家细分这个三魂呢 是指 胎光 爽灵 和幽精 胎光是什么呢 胎光就是你的生命之光 就是你的最原始的那种生命 是人最可贵 最宝贵的 所谓那种暗人神伤者 就是指那种这个 说这人胎光灰暗 人就会出现那种抑郁症 满眼的灰色 了无生趣 甚至就经常有这种自杀的念头 丢魂若是胎光 就是所谓的行尸走肉 就是说如果三魂七破 如果这个魂消失的话 那这个他就身体虽然在活动 但他的思想意识 他就是在道家和中医眼里呢 就认为这个人就已经是死人一个了 胎光也是人生命力和治愈能力的源泉 那么如果这个医生判断这个人 可不可以治疗 能不能治 就是看这个人有神无神 如果这人胎光泯灭 就是这个私命之所属 贬阙华陀也救不了他了 爽灵 是魂的另一种三魂吧 是人的这种快速灵动的反应 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这个人很智慧很聪明 这个灵啊 是沟通天地鬼神的功能 也就是人们常说这种直觉 低流感 那个灵的繁体字就是巫师念动咒语的意思 你看它这个象形字 祈求下雨的意思 人神沟通天地鬼神为之灵验 灵应 这都是灵字的这个具体的来源 中国人说话中的灵不灵也是这个意思 人们常说这个灵魂本身就是单指三魂中的爽灵 说这个孩子聪明伶俐 也就是说他的天赋这个爽灵出色 弱智的孩子呢 要么就是丢失了爽灵 要么就是这个爽灵发育不良 这个渔靴中啊 人身体的渔靴有个灵台灵道和清灵三个穴位 是提高智力的这个穴位 感兴趣的人可以查一查 幽晶呢 是人在这种这个三魂里相对低调的一个魂魄 它比较冷静 它是控制人的这个性线 性器官 性取向 性高潮的这种这个关键 女生这个14岁 男生16岁呢 叫天鬼智 就是女生来月经 男生出现这种一经 这就是这个幽晶在发号施令 那像什么同性恋啊 什么恋物痞啊 性变态吧 就是在这个先天的幽晶的发育很有关系 在人也就是在人的三到七岁左右的后天环境所影响 影响这个魂魄的发育 成年以后呢 幽晶就已经基本定型了 你看很多人那个先天性的那种同性恋 他想改也不太可能了 你不如就顺其自然了 所以说有些人就是所谓先天的同性恋 其实也就是在那个年龄段所形成的 这个人的感情啊 情爱呢 也是来自于这种这个幽晶 这个魂魄 也是一种精神享受 如果男人看见这个就是异性啊 他有一种兴奋啊 瞳孔放大 这就是魄的反应 但呢 未必会触动这种他的心神 只有与他这个真正相爱的人结合 才会有这种这个愉悦的感觉 这就是触动了你的这个幽晶 就人在真正动情相爱的时候 实际上是这种这个魂魄在起作用 很多人 这个你看很多人找妓女啊 或者他有不良的这个生活习惯呢 以满足自己的身体欲望的时候 他是感觉到有时候会用悔恨啊 内疚啊 这就是魂伤的一种表现 那么让这种这个人的灵魂 这个魂魄 就支持这个胎光爽灵和幽精 这种神明之火的燃烧的呢 就是你的元气 这个元气啊 是由你的 在道家讲啊 是精气所化 由丹田 炎任督二脉 这个上走入心脑 这就成为元经 元气不足呢 就是这种那个神明泯灭的一个根本原因 这是道家理论啊 三魂的夜晚呢 藏于肝 本来就应该是静养休息 如果各种原因造成的困扰这种 这种这个神魂 就会出现这种魂不附体 出现这种难以入睡 早醒的症状 如果这个多梦浅睡的问题 这是也经常是 也是魂的问题 有人整宿无眠 睁眼睛到天亮 时间长了呢 就痛不欲生 淡求一死 其实就是他的魂魄不能交替 有动无境啊 这个是阴阳不和和 其实我觉得治疗这个方法 最好的方法就是早起 才有可能会睡得好 伤魂之罪啊 就是莫过于这个情绪和情感的刺激 那么这个灵书本神就约啊 叫干悲哀动则伤魂 魂伤则狂 网不惊 不惊则不正 当人因因缩而乱金 而两肋骨不举 毛翠色妖死于秋 张仲景这个在这个金窥要略里呢 也记述过 叫邪窟使魂魄不安者 魂魄网行 阴气衰者为颠 阳气衰者为狂 这种说法 所以从这点来看 那个杨过的暗人销魂掌 其实应该是不怎么厉害 那如果被那黄龙称之为西狂 主要是说他这个阳气衰为衰竭 叫西狂 养魂之法在于养心 甜淡虚无 真气从踪 就是甜淡虚无 真气呢 就是从直 精神内守 并就不会出现 护心之法呢 要培养这个坚强的意志 端正生命为贵的这种价值观 你还要增强这种心包的功能 是心安而不惧 因为你心灵如果是不安定的话 你就怀有恐惧嘛 那么你就会这个 把你的心神安定住 常怀一颗慈悲和善良的心 宽容的心 你就不会患得患失 那么古代呢 如果是有这个丢魂的人 古有招魂的仪式的法术 现代人很少知道了 像这个人如果是喜欢 爱上一个网络女子 就丢了魂了 那么这都是中国道家的一种认知了 中医使用这种爱揪 爱揪这种神雀雀 真刺神门 就会有人宗的这种方法 恰心中的方法是快速地让它回神 这个如果伤魄呢 魄如果受伤的话 它最大的伤害就是重于过度 灵书本神里说 这个喜怒无极则伤魄 怎么样养这个魄呢 全在你这个调息 魄呀这个藏于肺中 有意识地掌握一些呼吸方法呀 调节呼吸的节奏啊 有利于安抚这个养魄 这个肛门又称之为魄门 有意识地做这种提纲那种动作 像那个康熙做那个动作 也是保存魄力的好方法 所以我们经常说啊 就是说这人下的这个屁滚尿流 魂飞魄散 是有道理 就是他这个魄门开了 当然这里只是这个道家和中医的认识 以后我们有机会呢 我们再说一些其他的内容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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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